联合航空强拉乘客下机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般来说两国领袖要通电话之前 彼此的幕僚要先做好沟通工作 有人说扯线公仔就是现在香港特首的最好写照 中广记者叶博弈在台北报道 外电听博弈 观点最犀利 叶博弈时间 好现在时间8点30分 欢迎大家光临叶博弈时间 博清哥时间又来了 五星搭博弈轻松又有趣 我们先跟这个收看直播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听说你有个新的封号 我没有什么封号 有啊 我听他们说你现在要一个封号叫做文科阿宅 文科阿宅吗 文科阿宅 你在呛谁啊 文科阿宅 对啊你针对性很强 对啊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 我是文科阿宅 欢迎来到文科阿宅 有像耶 有像有像 OK 好了 博清哥时间今天要讨论什么有趣的话题呢 因为今年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了 因为像那个明人天王要退位了 而且平成时代要结束了 当德仁即位之后呢 就要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而且他们要迎接的第一个大事 就是明年的东京奥运 对明年东京奥运 其实好快哦 那个什么16年的里约奥运好像才过去没多久 四年耶 岁月如梭 一下就快 明年就明年就这个东京奥运了 对 而且东京奥运呢 其实现在筹备的进度是如火如荼 因为我上周去的日本 你看我们那就是那个上个礼拜就去派那个曾武清 先去考察一下 那你觉得你觉得那个街头有这种这个Olympics的气氛吗 有啊 你看我们现场拿回来的道具 这个是我从这个上次去完日本之后带回来的 其实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京奥运的logo好了 因为之前这个东奥的一个logo还引发一些争议 因为他之前传出他们本来这个选出来的这个logo呢 涉嫌抄袭比利时烈日剧院的一个logo 结果呢 就打掉重练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最后出路的版本 我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日本这一次的这个东奥 虽然大家觉得说办在日本 好像比办在礼约要好一点 好像听说这个不少人 因为这个东京奥运的缘故 就现在抢着要去东京这样子 或者预定 但是呢 其实东京奥运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包括这个logo 当开始的时候就出师不力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场馆 场馆本来刚开始的第一次设计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设计师 叫什么熊来着 一东风熊 对了 一东风熊建的 后来一东风熊建的呢 超预算 因为他那个 大家知道一东风熊那个想象力丰富 这样子 但是呢 想象力太丰富的话呢 盖出来就超预算 结果呢 他们就也是 除了这个logo打掉重练之外呢 场馆也打掉重练 他们又盖一次 然后呢 现在呢 但虽然即使如此 他们极力要省钱 但是还是要追加预算 对 所以这是东京奥运目前遇到三大难题 是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东京奥运的一个会会好了 这个logo 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 有没有看到 就是一个蓝色跟白色的概念 你给大家看一下 他原本抄袭我看得懂 他现在改过我看不懂 你觉得 我来介绍一下 你不要小看这些这个方格的图案 大家现在可以赶快收看我们的直播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京奥运的一个会会 就是一个logo 这个方格的图样 他其实叫做世松纹 这个名称其实是来自于这个江户时代 有一个歌舞伎的演员 他叫做左野川世松 因为他会穿着深蓝色还有白色 两色方格交错的一个裤子 当时呢 是魏维风潮 所以这次他们设计的 这个东京奥运的一个logo呢 就是以这个歌舞伎的传统 可以看到的世松纹 就是这个方块的图案 尤其呢 蓝色好像是日本的代表色嘛 对 然后这个中间这个地方 好像就是一朵樱花的感觉 对 然后这个蓝色白色就是 奥运在夏天举行 他们希望能够制造出一种 那种清凉的一个感受 对对对 好 那介绍完这个会会 我觉得再来介绍 这个东京奥运 也有吉祥物 哦 对 这个蓝色的这个呢 就是夏季奥运 因为它是 我们叫 他们叫夏奥跟帕奥 对 所以帕奥就是 这个 深圳奥林匹克了 那这个是夏季 这个蓝色这个呢 是夏季奥运的 这个 吉祥物 它叫做 米莱多瓦 米莱多瓦 然后这个 粉红色这个呢 是帕奥的 就是深圳奥运的 这个吉祥物 它叫做 呃 呃 索梅迪 索梅迪 是 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收看直播的朋友 我把这个 把它拿到前面去 你讲到这个奥运的吉祥物 因为很多的国家 历见到奥运 有些都会以这个动物 比方说 大家印象深刻 北京奥运就是用猫熊嘛 我本来以为是用 导拉 导拉 我本来以为啦 为什么不用导拉 导拉 另外设计一个 它虽然可爱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导拉 导拉 它那个圆滚滚的身躯 感觉没有动感 就没有运动的感觉 对 其实他们这次呢 就用小学生票选的方式 我觉得这点还蛮不赖 而且呢 他们舍弃的 选动物 因为像有些动物 真的很难表现 有些动物 它可能运动起来 就是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他们这次 创造出来这两个吉祥物 可是这两个吉祥物 是不是有含义啊 但我如果觉得要省钱的话 你就导拉 也梦 就是夏澳的 然后 导拉 也梦就是怕澳 那不就好了吗 好anyway 然后呢 我们现在讲到这个 夏澳 这个呢 叫做 这个 米莱托瓦 米莱 米莱是那个 那个 就是日文的未来 就叫米莱 托瓦就是永远 所以呢 米莱托瓦 朝向永远的未来 所以呢 日本奥运 他们在上一次 这个礼乐奥运 闭幕式的时候 他们主打的是 那种3D的呈现 也就是说 希望能够给大家 在视觉上 有一个不同的感受 所以呢 他们这个 夏澳的 这个 这个吉祥物 就叫米莱托瓦 就是叫做 朝向永远的未来 那至于怕澳的 这个吉祥物呢 叫做 Someti Someti呢 这个Someti Someti就是燃井 然后 他是取自燃井 及野音 Someti Yoshi no Sakura 那但是呢 他这个缩写呢 就叫做 Someti 那个Someti呢 就跟那个英文的 Someti 非常非常的有利 是有谐音的 所以他是希望说 用这两个呢 来当做 日文的吉祥物 不过呢 就像刚刚我所说的 很多日本人 都觉得说 为什么这么高纲 真的 他们就希望说 就是用现有的 因为日本的动漫 它其实很有名嘛 其实很多的动漫 你只要稍微商谈一下 都可以拿来做 这样子 所以他们也觉得 为什么要 我其实也蛮可爱 大家本来预计 他们会不会选出一个 什么有日本风的 一个日本的动物 但是没想到 他们是自己创造一个 类似的比较可爱的 还蛮有动感的 好 那讲到东京奥运 现在面临的几大问题 你刚刚已经点出来 像有一些争议 那其实现在最新爆发的是 那个行贿的丑闻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 日本的 他们之前在这个 13年的争取 这个2020年奥运的时候 就爆发出有 他们的奥会主席 叫竹田恒合 他们好像用买去买 因为他们在先前的时候 在争那个08年奥运的时候 输给了北京 那后来呢 他们还是很想办奥运 但是其实08年那个时候 输给北京也没有什么 因为其实 那时候东京人不想办奥运 但是你酝酿了 八年的期训之后 东京经济差不多恢复了 所以他们那个 办奥运的心情 也其实就慢慢的起来 有没有必要行贿 其实有 还有斟酌的余地 但是这是法国查出来 法国觉得他有行贿 他买的是 法国的检方指控 这个日本奥会主席 竹田恒合 他们他有去买那个非洲 特别是非洲的奥会的 有投票的 但这个会冲击到 他们的主办权吗 没有 这根本不可能啊 只是法国检方的指控 如果有罪的话 就是竹田恒合有罪 但是呢 就是说 可能让东京奥运不太名誉 但是问题是 其实办在东京的话 大家其实都蛮高兴的嘛 像现在我 据我了解啦 是很多人都预备 想要去这个2020 就现在开始要 准备要冲 冲饭店了 对 然后因为办在日本 大家都很高兴嘛 因为日本大家都觉得 对他印象很好 所以目前看起来 可能不会冲击到 他们的主办权 我觉得 我觉得最 这伤脑筋 应该是小吃百合子吧 因为那个钱一直攀高 他就觉得说这个 因为他就说 要不然你中央要补助我 那竹田恒合是 小吃百合子 跟这个自命党又不好 那自命党到底要给你多少 那就是 就是大家要互相谈 对 那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谈几个 他们实际上 要办奥运 可能会面临到一些状况 我想第一个 大家联想到的就是 交通的问题 这个交通 你实际说一下 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既然真的是那个 上班时间去搭电车的勇者 然后你说一下 你上班搭电车的状况 因为上周 我刚刚去了日本一趟 我从来不会上班时间去搭日本电车 所以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在日本自由行 你在东京搭地铁 一定要 一定要就是 随时的眼观四面 听八方 然后你一定要就是说 在上下车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到那个moment 你上午十点下午 三人去搭车 你不必 不用关 你只要关车子来 也没有来就好了 对我还记得 那个时间是发生在 大概上午 也许是八点多 九点多的时间 我是在上一层 天哪个勇者 那个时候就敢去搭电车 因为那时候我们要转到 其他的景点 要转到清景色 然后我自己是拉着一个 大的行李箱 然后还有一个手提带 结果呢 就在下车的时候 我想说 应该不会 那么的 巧合吧 对对对 应该时间很充裕 结果呢 就是差了那一两秒钟 当你错过这个 下车的人潮 他们下去之后呢 这个上车的人潮 是蜂涌过来 你简单介绍一下 是不是真的 大家用推的 用推的 对大家都是用推的 而且呢 而且无视于你 比方说 你就拿一个大行李箱 站在门口 你就是想要下车 你讲 すいません すいません 没有人会理你的 他们都是直接 用推上来的 如果在台湾的话 也许呢 大家还会说 你让一下 让一下 让一下 因为有人还没有下车 稍微让一下 对 但是他们不会 对对对对 这是日本人很奇怪 就搭电车 很有趣的文化 就是说 他们不会让的 就是说 上下车 比方说 有人要下车的时候呢 那个要冲上来的人 他不会让 就是他们 你们俩就对撞吧 这样子 另外呢 就是在电车上 也不会让座 都不让的 所以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看哦 平常整个大东京的 一个地铁的运输量 大概是800多万人资 那么现在有专家预期 如果是奥运举办期间 每天还会再增加 100多万 那这要怎么办啊 所以他们就要加开 这个通常的话 就是山手 他们其实大部分的 这个 他们 东京有很多条 这个电车线嘛 应该是 就整个都要动起来 这样子 对啊 所以要赶快去预防 那另外除了交通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高温啊 因为这个是7月举办 对 今年冬 不是说今年 去年还不在 创了40度的高温 他们所以就想说 本来要想说 这个最后一个 压轴项目 就是马拉松 是不是要考虑 照这个提起来 日本的时间的 早上5点来举行 对 日本的早上5点 就是台北的早上4点 4点跑起来跑 也是不错了 摸黑跑是不是 又怕太热了 后来他们就取消 还是决定6点了 因为一般的时间 都是当地的 主办城市的6点举行的 对 所以像高温的问题 日本的夏天 是在台湾上注意的 对对对 尤其去年已经创了40度 那不知道 明年的温度会怎么样 对 但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他们最近一个新的政策 我有发现到 因为我当时还特别 真的考察了不少 对对 他们超商 超商不是 如果大家有去 这个日本的超商 通常有一区 有一区是那个 非常让人家脸红心跳的 就是一些成人杂志 色情杂志 你有特别去观摩 说真的有没有放这样子吗 还是说你就白色去挑 就挑不到 我觉得你下次去看不到了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为什么要我去看 我从来不会去看 因为为了东京奥运 结果现在三大超商 他们要主动要下架 这是一种自侵的一个举动吗 就希望大家 在这个奥运期间呢 进入超商 也许很多妈妈带着小孩 不会看到这类似的场面 日本三大超商 Lawson 我知道 Lawson 全家 Lawson 全家 AMPM有啊 你有看过AMPM吗 可是是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因为其实色情液 在他们来讲 是一个也算是一个秘密 应该算是一个可以公开的秘密 就是说 总是就是不要让大家觉得 要觉得很高尚 但是为了奥运 他们这次呢 展开这个自侵的行动 就日本人就是比较爱 其实比较爱面子 但是我想 我想这个主播一定会觉得说 你真的爱面子的话 你就让条路让我过 让我下车这样 没有没有 其实大家还是要去适应当地的一个文化 所以大家在搭电车的时候 逛超商的时候呢 其实都可以去迪惠到日本 要提醒你啊 这个老人小孩搭电车的时候 他不让的 你要这样 就是你要 有小孩的话 你要拉好这样子 老年人你要撑好 他们不会这样做 是 好 那你觉得这个日本的东西要运 接下来要观察的几个重点 是什么呢 要观察重点 就是你要送什么 你刚刚说要送东西 我就下天 下天 你要送什么呢 今天要送什么呢 来赶快把它拿出来 我们就送这两个好了 我来参加都没有 结果那个什么 你要送的是这个吗 就送这两个 就送这两个 那结果我只能拿到一个扇子吗 这个扇子我们还可以用 这个道具还可以用 对不对 我们就送这两个好了 你再讲一句他们的名字好不好 什么 一个呢 这个呢叫 Someti 这个叫Someti 然后就叫 米莱托瓦 对 蓝色这个叫米莱托瓦 对 像樱花色的这个 就叫做Someti 是 好 所以大家如果你想要拥有这个 东京奥运 这次推出的吉祥物的钥匙圈 非常可爱 感觉起来就非常动感 也听说他们有瞬间移动的能力 那怎么取得呢 怎么取得啊 我待会会把这个方法 我们会把这个影片 上传到我的脸书的一个粉丝团上面 所以大家大概也许十点钟的时候 要锁定哦 我们会把这个影片上传 如果只要分享的朋友呢 并且留下一个通关密语好了 好不好 通关密 我觉得就取这个 武清搭博弈 轻松又有趣 好 可以 主要大家都是那个 通关密语 大家不会很在意 大家就在意 你到底怎么抽了 不是你要有说的通关密语 才可以送你啊 所以请大家 待会十点钟 请大家锁定这个 我给你讲 一般都是 脸书的粉丝团 一般要按赞 然后要分享 还要tag个好友 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不要为难大家了 不要为难大家 对 所以只要分享这个影片的话 要记得待会 我会把它上传到中广 你再把通关密语讲一遍 那你讲一次 武清搭 博弈 轻松又有趣 好 对对 武清搭博弈 轻松又有趣 所以请大家锁定 每个礼拜五 推出的 博星哥时间 叶博弈时间 都会带给大家 比较有趣的话题 好 那所以今天 我们就讲到这边了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想要拥有 这个东京奥运的 这个纪念物的 一个钥匙圈的话 请大家锁定 待会 中广主播 曾武清的脸色粉丝团 要仔细 仔细看他粉丝 粉丝页 对 好 那今天直播 就进行到这边了 要跟大家说 拜拜了 拜拜 拜拜 拜拜